我妈给我打电话 往年你都给妈买衣服 今年你可别买了啊 妈不缺衣服 你就给妈挑几个配衣服的包包就行 你送我一百元的衣服 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起码买件二百元的 我怎么改一下侮辱你两次呢 老师提问 人体肌肉分成三种 请问是哪三种 闺蜜赶快答道 肥肉 瘦肉 五花肉 女儿起床上幼儿园 她竟然装睡 于是我说 你睡着了就点一下头 我就不带你去幼儿园了 没有就摇摇头 我就带你去 然后 她再被沃尔黎蒙点头 大姐给闺蜜介绍男友说 这人最适合你了 喜爱健身 喜爱野外生存 喜爱露营 经常在深山老林里窜 而且还有胸毛 闺蜜问 那 她能直立行走吗 闺蜜穿上围裙 戴上帽子 围了口罩 自信心满满的说 炒菜都怕被油崩 像我这样怎么可能会蹦得到 还不是他们太笨了 结果她刚拿起刀 就切到自己手了 男票来我家吻我 我用力推她 你弄疼我了 结果我家汪 扑上来 咬住男友屁股不撒口 疼得男友不停给狗认错 不敢了 不敢了 让你拍我和花海 你咋拍得像我蹲在花海里拉屎 唉 谁让你脸大个仔 我也没有办法呀 你说说我的长处 温柔 心地善良 性感 漂亮 聪颖睿智 我这么优秀 怎么会看上你的 因为我说瞎话不脸红 哥们便秘后复诊 当职医生正在吃饭 排便量怎样 你说吧 别不好意思 哥们来了剧 和你这一晚一样 哥们不敢向女友求婚 女友问她 你是不是有话对我说 是 是的 我想 想问你 你愿意死后葬在我家的祖坟吗 哥们说 我的鸡鸡小 老师说过热胀冷缩 热水已经准备好了 希望没有骗我 你这样得用油 和姨妹子喝酒后开房 醒来发现 身边妹子换了人就问她 怎么回事 没啥 就是卸了一下妆 你这差距也太大了 你等于找了俩妹子 能体验到不一样的感觉 你还不知足 老婆微信发来一张照片 一男子胳膊打着石膏在医院 我问 你又开车把人撞骨折了 老婆怒吼 都怪你昨晚睡觉 裹被子让我感冒了 我打喷嚏状的 哥们说 你给我一元 我给你两元 你再给我三元 我给你四元 一直循环 我们相当于只献出一元 但很快可以变成百万富翁 我一听立马答应 我给他一元 他给了我两元 催促我继续 我说 我想了还是踏踏实实比较好 女儿不肯吃饭 老婆吼道 你不吃 我给狗吃 女儿说 我们家又没养狗 老婆把碗递到我手里 你给我吃了 生宝宝的时候 手术室是个男医生 我闲谈 产科手术室是要有男大夫吗 因为像你这样的 换床的时候 女大夫抬不动 我买了两斤肉 开始切的时候 不小心把手指头 划了一道口子 老婆问 老公 你是在滴血认亲吗 老婆 床底的皮鞋呢 那双皮鞋太旧了 我给扔了 扔哪了 旧的还能穿 我去捡回来 不用捡了 鞋里的钱 我都拿出来了 小姨子十八岁生日 我给了个红包 她发朋友圈 第一次 姐夫给了红包 终于成人了